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杀出了一条血路来 后世人为了纪念赵云在长坂坡的故事 在当地建立起了长坂雄风 石碑 以彰显这位英雄的盖世武功 其实赵云之所以能在长坂坡上冲杀出来 与曹操爱惜人才 手下留情有很大的关系 若不是他让士兵活捉赵云 不能伤害他 估计赵云早就死了 百万军中穿梭如入无人之境 这样的镜头只存在于小说中 所以赵云多少有些被罗冠中神话 图片架载中值得一提的是 赵云保护刘善摆脱曹操的追击是真的 但他却没有七进七出 不过 七进七出的故事却真实存在 只是另有七人罢了 这个人就是文央 一个部署关羽和吕布的人 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 艺术高于生活 艺术来源于生活 罗冠中能够将文央的故事赋予在赵云身上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在国冠中的眼里 文央与赵云在同一个级别 文央是曹魏扬州赐史文卿的儿子 也算是将门胡子 早期 文卿因与曹魏一族是同乡 所以成为了曹魏的一员猛将 深受大将军曹爽的喜欢 不过 在高平临之变后 曹爽被司马懿所杀 文卿的家族开始被打压 司马师对他一家非常的不满 后来 文卿便被派去了南方扬州 抵御吴国的进攻 不久后 司马师废除魏帝曹方 成为了曹魏的化石人 曹魏的政权被司马家窃取 文卿等旧臣心中自然不满 于是开始起兵秦王 想要除掉司马家 当时 文卿与冠俭 郑义 吕轩 张修等 组织了司马师十一条罪状 出兵讨伐 结果 管邱俭这一部兵马 因为被邓爱出卖 遭遇了大败 邓爱率领大军迎接司马师的部队 由于事发突然 再加上司马师行军迅速 使得文卿不知如何是好 俗话说得好 自古英雄出少年 其子文央提出 趁敌人还未站稳脚跟 可以夜袭 于是乎 文卿与文央分兵二路 趁机偷袭司马师 当时 文央带领大军 来到司马师的债前 让他出来一站 可是 司马师的眼睛本来就有病 见到文央后 更是大吃一惊 眼珠子直接崩了出来 司马师害怕乱了军心 只好避而不战 第二天早上 文央才骂骂咧咧地要离开 也就在此时 司马师觉得一鼓作气 在而摔 文央的大军 气势必然弱了许多 派兵反击刚好 结果是什么情况呢 文央一夜 都没等来司马师 心中战火难消 此时 看到司马家的大军出来追击 心中多少有些不爽 便想要杀一杀司马师的锐气 随后 他便带领千骑 闯入了司马师八千人的队伍中 来来回回冲杀了六七次 司马大军被吓得不敢再追击了 最终这一战 以文央一方失败而告终 可是司马师也没怎么 好过 他回到京师后不久便死了 兵败后 文央父子便投靠了东吴 公元二百五十七年 曹魏大将诸葛旦起兵反司马昭 还与吴国达成了联盟 吴国让文央父子在一旁协助诸葛旦 这一战打得很不理想 诸葛旦便猜测 是文央父子有二心 趁机杀了文央的父亲 文央听说这个消息后 虽然想要为父亲报仇 但势单力薄根本就做不到 于是只好逃了出来 投靠司马昭 对于以前的事情 司马昭既往不救 即使有人进禅言 要杀文央 司马昭也不采纳 毕竟当时的局面 若是杀了文央 势必会让叛军一致抵抗 毕竟投降是死 不投降也是死 果不其然 司马昭疏留文央 这一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诸葛丹一方的人觉得 司马昭不杀文央这个仇人 想必更不会杀我 在这样的气氛下 很快叛军就被停定了 诸葛丹也被杀 时间来到司马昭时期 在奸臣甲冲的帮助下 西晋取代了魏国 文央任贫鲁护军 几年后 北方的仙卑族 徽军南下 杀狐蝶 苏鱼 千鸿 杨新等西晋大将 司马昭手下 因为没有可用之人 天天睡不着 吃不下饭 此时文央临危受命 率领大军北上聚敌 在这一战中 文央的军事才华 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勇猛加上智慧 让他直接攻入了 鲜卑军队的大营 此战过后 胡人部落二十万人归降 从此再无南下之力 文央也得以文明天下 事后论功行赏 司马昭将其封为 东夷校尉 贾捷 但在文央刚要上任时 司马昭却免了他的职位 自此之后 文央再也没有得到过 司马昭的重用 后半生一直郁郁不得志 司马昭驾崩后 其子司马中即位 这位皇帝非常的有意思 他曾说出一句名言 和不识肉迷 试想一下 这样的人 又怎么能做好皇帝呢 终其一招 西晋的大权 都被贾南风所掌控 上述咱们提到 奸臣贾冲 帮司马炎 窃取了曹魏的政权 贾南风就是他的女儿 皇后贾南风 为了进一步掌控西晋的政权 并稳固自己的地位 他发动了政变 杀了最大的绊脚石 太傅杨俊 以及其党羽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文央的灾难来了 上述提到 诸葛旦杀了文卿 文央因报仇不得而 投靠了司马昭 文央的背叛 使得诸葛旦大军军心涣散 最后不仅输掉了战争 还身子盗销 诸葛旦是曹魏的多朝元老 家族底蕴很厚 与之有殷亲的势力也不少 司马中时期 当时的东安王司马昭 就是诸葛旦的外孙 他与贾南风算是一伙了 为了给自己的外公报仇 司马昭便诬告文央 与杨俊是一伙的 结果被朝廷直接逮捕 后来诛杀了三族 以悲凉结束了自己英雄的一生 十年五十四岁 总的来说 从文央的武功 军事才华来看 他的能力 绝对不逊色于 关羽和吕布的 只不过 罗冠中的三国演义 大部分都是在写东汉末年 三国中前期 关于三国中后期的故事 则很少提及 三国演义 中对文央的描写 也仅仅只有些许的故事而已 即使如此 也没有下 终笔墨刻画语诉说 属于被忽略的一个杰出武将 若是你对文央有一定的了解 就会发现 他在性格与武功上 与西凉的马超 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都是出身武将世家 也都是跟随自己的父亲成长 并且练就了一身的武功 马超有着歌须气袍的故事 文央则有着 七进七出的典故 父亲死后 马超便开始单干 文央也是如此 但却因为缺少一些政治情商 再加上又来回反叛 马超无法得到刘备的重用 后半生寂寂无名 文央更是如此 而在才华上 文央又与曹魏后期的邓爱相似 军事才华极高 面对灭国大战 外族入侵 两人都能够通过谋略取得胜利 而且都是大胜而归 奈何 最后邓爱死在了阴谋之下 文央也是如此 不与有云 是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假如说文央生活在三国前期 并在曹操的手下任职 那么他的成就绝对不止于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又是一个战将许楚 甚至比许楚取得的成就还要高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